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觉力自然就会提升 想象一下 经过一个良好睡眠的夜晚 你醒来时的那种清新感觉 你的思绪更加清晰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随之提高 接着是营养 这是我们身体的燃料 当我们摄取均衡的饮食时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能获得所需的营养 从而有效地运作 你是不是注意到了 当你吃得健康时 你的思绪更加敏锐 决策也更加明智 这不是巧合 这是因为你的身体正在以最佳状态运作 你的直觉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最后 我们来谈谈气血充足 在东方医学中 气血被认为是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元素 我们的心智也会更加清晰 你可以透过适量运动 练习深呼吸 或是进行放松的瑜伽练习来增强气血 这三大要素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 帮助你的直觉力达到最佳状态 记住 你的身体和心灵是互相连接的 当你照顾好它们时 你的直觉力自然就会随之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需要做出剧烈的改变或是追求完美 重要的是 找到一种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种能让你感到舒适和平衡的方式 无论是选择更健康的食物 尝试新的运动形式 还是确保每晚都有充足的睡眠 因此 当我们谈论提升直觉力时 我们不是在寻找某种神奇的公式或秘密技巧 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回归基本 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个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过程 但当你开始关注并照顾好自己时 你会惊讶地发现 你的直觉力正随着每一天的生活获得提升 直觉不是一种需要在外面寻找的能力 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透过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 我们就可以唤醒这股力量 让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 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当你开始体验到直觉力带来的好处时 你就会知道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的睡眠 营养和气血 当你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你不仅会发现你的直觉力得到了提升 你也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和平衡 这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一个充满可能性和惊喜的旅程 记住 直觉力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全发展出来的 这需要时间 需要练习 最重要的是 需要对自己的身心健康 持续的关注和照顾 但当你开始投入这个过程时 你就会发现 你的直觉力像是一颗正在茁壮成长的种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将会开花结果 静心 明相 静坐 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 实则是我们通向内在平和与智慧的要事 当我们学会放松并观察自己的呼吸 我们开始与内在的自我建立起更深的联系 这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放松 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觉醒 为什么我们要把宝贵的心思 放在那些负面的人事物上呢 这些只会带来烦恼和困扰 阻碍我们内心的平静 相反的 当我们选择将注意力转向内在 我们开始看见事物的本质 通过冥想和静心 我们学会放下对外界的执着 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摆脱无畏的焦虑 更能促进我们的灵性成长 你知道吗 开放的心态和自我实际的体悟 是灵性成长的正道 当我们开始真正的聆听自己的内在声音 我们的直觉力自然会随之提升 在静坐的过程中 我们学会与自己的思绪和情感 保持一种关照的距离 这样 我们就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心理状态 从而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认识 这种自我认识是非常宝贵的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并指引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接受 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 无论是好是坏 当我们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就开始拥抱自己的真实本性 这是一个自我释放的过程 一个让我们摆脱外在舒服 走向自由的过程 这种自由不仅仅是对外在世界的自由 更是对内心世界的自由 当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开放时 我们就会开始体验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 我们不再被那些无谓的担忧所困扰 而是开始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 还能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这不是说我们要逃避现实 而是学会以一种更健康 更积极的方式面对现实 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并从中学习和成长 我们常常寻求外在的指导和建议 却忘记了自己内在的智慧 但实际上我们内在拥有的智慧 是非常深邃和强大的 通过静心和冥想 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份内在的智慧 并将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程 一种让我们回归到自己本性的过程 当我们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冥想和静心不仅仅是一种放松的工具 它们更是一种提升自我认识的途径 当我们透过这些实践来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时 我们就开始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种了解超越了表面的认识 它触及到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一个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的过程 当我们有了这种深层次的自我认识 我们的直觉力自然就会得到提升 所以当我们谈论灵性成长时 我们不是在寻求某种外在的技巧或方法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 聆听自己的内在声音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但当你开始投入这个过程时 你就会发现它所带来的好处是无价的 这不仅仅是关于灵性成长的旅程 这更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转化的过程 当你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时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潜力是多么的巨大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它需要我们对自己诚实 对自己负责 这是一个让我们与自己和谐共处的过程 一个让我们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一个当下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奇迹 要真正理解并利用这些奇迹 我们首先需要学会觉察每一个当下 觉察 这不仅仅是一种注意力的集中 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状态 当我们开始觉察当下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开放的心态是觉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我们对周遭的世界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时 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感受到宇宙的流动和节奏 这种开放不仅仅是对外界的 更是对内心的 我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每一个思想 情感和体验 无论它们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不评论 不批判 当我们开始评判自己或他人时 我们就会失去那份纯粹的觉察和接纳 每当我们评判时 我们其实是在设置障碍 阻碍自己进入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 所以当你开始觉察你的思绪时 尝试以一种观察者的角度去看待它们 而不是批判者的角度 当我们的意识频率提升时 我们就越能够启动这个强大的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秘密 而是一个简单却强大的真理 觉察当下 当我们的意识频率提升时 我们就能更容易地与宇宙的节奏同步 进而切入我们所想要的平行宇宙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是科幻小说 但实际上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体验 你的直觉力就是这样源源不绝的 它不是从外在获得的 而是从你的内心深处涌出的 当你学会觉察当下 开放和接纳你的每一个经历时 你的直觉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升 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 一个让你与你内心深处的智慧和直觉连接的过程 所以从现在开始尝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体验上 无论你在做什么 无论你在哪里 都试着完全沉浸在那一刻中 你会惊讶地发现 当你开始觉察每一个当下时 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将开始体验到更多的和谐 平静和喜悦 这并不是说你需要抛弃你的过去或担忧你的未来 而是要你学会在当下找到一种平衡和中心点 当你学会在当下找到这种平衡时 你的过去和未来将不再控制你的生活 你将开始以一种更清晰 更有目的的方式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会提升你的直觉力 还会提升你的整体生活质量 你将开始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感 因为你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的每一刻 你将不再被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担忧所困扰 而是开始活在当下 享受当下 当我们提升我们的意识频率时 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意识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不再受限于我们的过去经历或未来的预期 我们开始以一种更全面 更开放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非常解放的过程 一个让我们真正理解自己和宇宙的过程 记住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 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变你的意识状态 但每一步你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因为它将带领你走向一个更高的自我 当你开始觉察每一个当下时 你就开始了这个美妙的旅程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一起觉察当下 一起提升我们的意识频率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美妙的宇宙 一起发现我们真正的潜力和力量 这是一个神奇的旅程 一个充满奇迹和转变的旅程 当你开始这个旅程时 你就会发现你的直觉力是如何源源不绝的涌出 指引住你走向一个更光明 更美好的未来 记住 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个当下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机会 当你学会觉察这些当下时 你就会开始体验到生活中真正的魔法 这不仅仅是关于提升直觉力的问题 这更是关于发现自己的问题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